WiRu 艾德大哥辅僅早演唱 舒嬅碰他肩膀 又挨罵要去自己 I Loo 女團愛豆在19號在舞臺 賣力演唱新歌Claison 不過他們身上的打歌服務 身穿印有Lifeguard字樣和紅十字符號 觀眾質疑違反大韓民國紅十字組織法 韓國法律規定該標誌的使用 除了相關醫療人員 其他的人需獲得許可才可使用 個人最高可以罰一千萬韓元 爭議發生後 愛豆技技公司Cube娛樂 也及和韓國紅十字會聯繫 並發聲明道歉 愛豆最近可說是水逆啊 物理台灣成員舒嬅 前陣子才因為現身柯震東生日趴 招小粉紅出征是台獨藝人 甚至被瞎傳惹戀柯震東 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期舒嬅為娟 和Enhypen的新歌舞蹈challenge 刷又被罵翻了 物理刷的手輕輕扶在Enhypen 普承訊的肩膀上 小粉紅紛紛爆搶 不要碰我老公 是不是要去罪蓋一下 只能說大家理性追星啊 將那些人給我冷靜